大致上就是個像這樣子的遊戲啦 如果你今天是喜歡三國之戰略版的話 恭喜你啊這個就是 螢幕是直立式的 螢幕是直立式的 就是致敬版的三國之戰略版手遊 哈囉大家好我是薩克 是你被遊戲耽誤的保險業務員 歡迎回到薩克採地的時間 今天我們要來推銷這款叫做破敵三國之 如果你是喜歡那種傳統三國之回合制戰略遊戲 或是養成經營戰略類遊戲的話 那這款遊戲其實還蠻推薦你的 那影片開始前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薩克的頻道的話 記得按下訂閱按開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漏掉接下來的每部影片哦 另外如果你喜歡無課玩遊戲 想看無課的玩家怎麼打各種高進度的話 那肯請訂閱我們內文連結名的副頻道 我就放在內文連結裡了 好OK基本上這個就是三國之戰略版的 應該說不要講山寨 講山寨感覺不太好聽 講借鑒 借鑒版的是他的畫面改成直式畫面 然後這原本三國之是方格式領土 然後這個改成就是類似 好吧我覺得這個比較有桌遊感的 這個是什麼 八角形 對八角形的領土 OK 那基本上玩法 如果你有玩過三國之戰略版的話 他的玩法跟三國之戰略版基本上一模一樣 基本上一模一樣 好OK 那唯一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這個遊戲 其實我覺得他的畫風比較好看 對 他畫風其實有點日系日系的畫風 那我們現在領取我們的 哇 領取我們的 對 事前登錄的獎勵 好OK 那這邊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一個小地方跟各位講一下 那就是這個遊戲 你建議你就是要玩的話 就要一直玩下去 如果你玩一下下之後 你斷掉之後 就是像薩赫 因為剛剛工作比較忙的關係 所以只是上去開個帳號而已 那之後就是我發 他系統就告訴我 重新登錄的時候 系統就告訴我說 因為你太久沒有攻城掠地 那伺服器就是怕你卡這個陣營的位置 怕你是空頭帳號 所以就把你提除掉 所以你要重新選陣營了 滿神奇的 因為這遊戲算是有點陣營之間的互鬥 就是有魏國、吳國跟蜀國 那我剛剛因為在蜀國掛機太久 所以被柳被踢掉了 然後之後曹操那邊人又滿了 所以我就只好來吳國了 沒錯吳國就是 對美女多嘛 吳國美女多 但是我比較喜歡魏國 因為魏國人妻多啦 好啦 這不是重點 好OK 那連續三天的話 如果你手除了一斤了的話 就會送 對 孫上香 這遊戲的女武將畫得還蠻好看的 那這邊呢 大家有沒有看到女武將的 就是他這武將旁邊呢 有一個就是 對 有一個六圍表 這遊戲呢 有各種冰種吼 那這個八圍 對這個六圍表嘛 就是決定說這個角色 你帶他那 他帶哪一種冰的時候 效率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這遊戲也是有所謂的冰種香客 那大家要仔細去看一下 好那 其實玩法呢 就跟散過戰略版一模一樣 那我們來抽獎吧 那我們來抽獎 OK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 招募吃半價 不用不用了 欸 他這個我沒有 就是沒有 就是 免費 免費招募啦 這個是用錢 錢來招募嗎 這是用錢來招募 不對不對不對 OK 黃金之萬 哇 他不是有送招募券嗎 我以為 他送東西送很大呢 看一下喔 OK 看一下招募券在哪裡呢 包裹 這個是什麼 神秘九宮盒 OK 蠻神奇的東西 這是什麼 神將 輪魄 OK 那是 合成純色武將的 OK 那我看一下 感覺 他是不是沒有送免費的抽券啊 有啊 對 有啊 送六張而已哦 這麼少 OK OK 那看一下 看一下喔 可是 他 沒有辦法用抽券來抽嗎 優先消耗抽券 哦 Soga 在這邊啊 在下面啊 OK 優先消耗抽券 好 招募一次 那這邊畫個圖 隨便你畫 隨便你怎麼畫 隨便你 OK 哎呀 什麼小都沒有啊 對 再招募一次 對 如果是橘色 這是誰啊 好吧 感覺就是 也不好抽啦 OK 也不好抽 OK 那基本上的玩法呢 就跟三國之一模一樣啊 你看攻戰 對 攻戰 比如說我選這個 哦 對哦 我是選董佐 然後補兵 然後出征 出征 然後就會派兵出去 基本上玩法就跟三國之戰略版 一模一樣啊 對 一模一樣啊 只是呢 這個遊戲 他的畫風比較日稀一點點 對 比較日稀一點點 哦 OK 現在他在打架了 我們戰力值1000 然後 基本上可以把林亞秒殺吧 對 一擊守軍哦 直接把他秒殺 OK 好 全監敵人 獲勝 Nice OK 好 那我們就 建議大家在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一開始呢 就是照著你的新手任務走吧 對 錄成 OK 就是個 金銀類養成類的遊戲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遊戲的話 我覺得還蠻適合你的 OK 然後研究 這些基礎的設施哦 把它升級一下 對 這些就可以解你的每日任務 也不是每日任務啊 就主線任務了 對 主線任務 OK 有領取 領取 這是什麼 將 一陣聽提升至三級 如成 那一陣 一陣聽 升級 好 30秒 如果你覺得他很慢的話 你就課金吧 你就課金去 拿提數啊 對 這類遊戲都是這樣子啊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什麼 好 這個 每日任務 就是算是 階段性任務 抽35次 是不是再送 5張 張目卷 好吧 OK 然後這是什麼 這是你的勢力指哦 就是你在這邊 你在這個陣營裡面 勢力指提升到一定程度 就會送東西啊 對 趙雲 對 趙雲 OK 那是算是VIT吧 算計票的概念吧 OK 然後這個地方是 任務 算是任務吧 OK 我看一下 好 沒什麼東西 OK 怎麼都沒有什麼免費的東西可以拿啊 真是的 怎麼都沒有什麼免費白嫖的東西可以拿啊 好吧 OK 不得不說啊 他這個女性武將是畫的真的蠻好看的 對 真希望 OK 這個遊戲的 語音哦 你也可以選日文 對 他有日文可以選 真的還蠻屌的 還蠻不錯的 OK 一 升級 攻占 兩個一級或更高級的資源點 OK 然後攻占他 攻占 出身 好 OK 那最後面來推薦各位幾個我覺得還不錯的武將 就是首抽的話我覺得董卓還不錯 雖然說大家都不太喜歡董卓 但是呢 董卓主動技能就是會一直燒對手啊 而且他適用的兵種是基本上所有兵種都可以都可以克制 而且發動率有50%基本上還蠻高的 燒敵人的話會降低對手的統帥值 對就是會讓敵人的加成變低 然後呢 每秒會造成就是秒傷 所以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那如果他自身是主將的時候呢 會提升在額外提升我方全體50的統帥值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是個很屌的buff角 而且又兼豆腐3 對還不錯 那袁紹呢其實也蠻推薦 袁紹的話基本上袁紹他可以 袁紹會帶的兵超多的 袁紹會帶盾兵 帶帶騎兵 帶弓兵 帶帶器械 都是S級的程度 而且袁紹是個還蠻 他的技能是補血 是個補師 所以我覺得在開荒的時候也蠻不錯的 推薦給大家 好 OK 那我們就看一下 基本上我覺得這個遊戲也沒什麼好講解的 你就是 對你就是不停的帶兵 對你就是不停的帶兵 不停的攻城掠地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沒什麼難度了 對沒什麼難度 只是後面可能會有所謂的 跟玩家競爭啊 國戰之類的 對啊 就大致上就這樣子吧 哦有耶 終於有免費的東西可以拿了 好了OK 大致上呢就是個像這樣子的遊戲啦 如果你今天是喜歡 三國之戰略版的話 恭喜你啊 這個就是 螢幕是直立式的 對螢幕是直立式的 就是致敬版的三國之戰略版手遊 對 然後畫風我覺得比較好看 對畫風 PGC7畫風我覺得比較好看 OK 那這樣子我們就完成一個主線任務了 今天前面呢就照著主線任務走就對了 好 OK 那以上呢 那大致上呢就是個像這樣子的遊戲 對 希望有幫助到大家採採坑啦 對 希望有幫助到大家採地雷 好 OK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